据南京群众介绍 星伟山上的坟地并非是公墓 只是附近居民死后 偶有埋葬于此 平时是人际罕至的 从该坟地的南面的一条 蜿蜒小路下山 左拐经过天马路 即可进入帅帅网吧 这样就侧面的印证了 周克华确实是晚上睡在 星伟山坟地的 白天混迹于山下的网吧 根据照片 长沙网吧的老板也曾回忆 周克华每次来玩 饿了就吃盒饭 吃完了都会把垃圾带走 从不遗漏 自此周克华所有的行动特征 与身份信息都被警方所掌握 2012年6月 集中到重庆的江苏 湖南重庆三地的专案组 及中央特派专案组 开始全速地运作 专案组总结了周克华犯罪时的 几个显著特点 周克华作案 一般都选在繁华城市的复杂地段 这样一来 警方不方便开枪 否则容易伤及老百姓 而且案发后 在现场的目击者受到了惊吓 记忆会出现不准确的情况 周克华混入人群 可以减少目击证人 使其不容易被辨认 周克华躲避侦察的能力极强 是个伪装高手 多次录像显示 他在逃跑中摘下墨镜变装 有时还会将装前的袋子换包装 作案地点则选取复杂地形 以便于逃跑 多位目击者证实 作案后周克华步行小跑 离开作案现场 并没有乘坐交通工具 在离开作案现场一段时间以后 他才会选择打出租车 或者是坐摩敌 公安部专家刘忠义介绍说 当时我们研究了两个预案 一个预案是怎么查控他 第二是枪响了怎么办 对周克华的围捕工作 正是在此时骤然提速 即便是警方抓捕力度空前 但周克华依旧选择顶峰作案 其嚣张狂妄可见一般 2012年8月10日上午9时34分 重庆市沙平坝区凤鸣山 康居院小区中国银行储蓄所门前 周克华的身影出现在了这里 周克华从小生活在重庆 这里的一切他都很熟悉 周围香荫弥漫 连小吃摊上都是他无比熟悉的早餐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 周克华快走了几步 跟上了刚从银行里面走出来的两男一女 周克华伸手去拉女子身上的浅黄色单肩大块包 女子一转头见有人抢她的包 包里可是刚刚取出来的钱 女子怎么肯松手 她惊叫了一声 你干嘛 抢劫了 周克华脸色一沉 手枪已经抵在了女子的额头 扣动了扳机 砰的一声 鲜血喷溅 女子身体一软 瘫倒在地 这一切只是发生在一两秒之内 旁边的男子廖德应 化名也扑了过来 下意识的去抢胯包 同时眼里看到了女子满脸是血的倒在了脚下 情急之下 廖应德都没有发出一声惊呼 随即又是喷喷两枪 廖应德的头部和胸腔各中一枪 立即昏死了过去 另一位一起取钱的男子 因为距离较近 吓得大叫了一声 也是这一声大叫让他差点就命丧当场了 周克华提枪对着这个男子就是一枪 此人也应声倒地 幸运的是没有伤到要害 死里逃生 闹市之中一片混乱 周克华趁乱离开 并于一公里外达成摩敌讨意 此案中周克华共抢得现金七万元 那名女子当场死亡 廖德应受重伤 被送往医院治疗 但不幸的是 8月16日凌晨 廖德应被确定为脑死亡 22日中午出现了多器官的衰竭 抢救无效死亡 此次血案中 两死一伤 810枪案发生后 公安部发布了A级通缉令 下令必须尽快抓捕凶犯周克华 于是重庆出动警力四万人次 进行了全程大搜捕 那张周克华的合成照被印在了通缉令上 全国当时共印发了300万份 传的是妇孺皆知 其中186万份在重庆当地大街小巷都贴满了 这让周克华成为这座近3000万人口的大城市中辨识度最高的人 刘忠义说 此次抓捕过程 最重要的是我们把群众都发动起来了 群众的举报纷至他来 一份名证是周克华逃窜的92小时内 警方接到了700个举报电话 可以说整个城市都是天罗地网 就在周克华拔枪杀人的两个小时后 即当天十一时许 他给女友张贵英打电话 当时张贵英还在出租屋里面睡觉 电话铃一响 张贵英接起了电话 周克华的声音传来 发工资了 出来耍一耍 张贵英一脸兴奋 问 去哪里啊 到咱们第一次住的地方 第一次住的地方 就是张贵英和周克华来到重庆之后 第一天住的旅馆 张贵英出门后 两人继续用短信聊天 此案中 周克华从黄色斜跨包中 发现了三部苹果手机 他随手扔掉后 发短信和张贵英说 这帮家伙 关工资时还送苹果 有三个手机 关工资 是中国很多地方的方言 就是发工资的意思 周克华的这条短信 是在调侃死者给员工发工资时 还挑选了苹果手机作为奖励 张贵英回复 笨 不过幸好你没要 这种手机当成定位的 苹果手机是黑色的 比你的三星好得多 幸好你没要 老公很专业的 案发后 为了离开重庆闹市区 周克华选择了最慢的逃亡路线 沿铁路步行 这也导致铁路民警朱燕超的不幸遇难 朱燕超和周克华相遇的地方 是在沙平坝区 前家象镇的一个叫做窝荡的地方 那几天 有小偷在铁道附近的隧道里 偷走了信息处理器 于是8月10日当天 身着便装的朱燕超和他的三个同事 在此勘验盗窃现场 勘验完之后 那三个同事离开了 朱燕超留在了现场 想要找到更多的蛛丝马迹 可就在此时 周克华到了 当天 周克华杀人抢劫后 先是逃到了戈勒山上 现在他从山上下来 准备去和张贵英会合 朱燕超见有人沿着铁路走来 心思一动 怀疑可能是小偷 于是例行公事的上前询问 不料猝不及防 周克华手法极快 掏出手枪就扣动了弯机 砰的一声 朱燕超倒地身亡 周克华四下张望 空无一人 于是觉得还不过瘾的他 又朝着朱燕超的身上打了两枪 随后是扬长而去 铁井朱燕超的遇害时间 是8月10日下午一时左右 两小时后 人们才在铁路旁的草丛中找到了尸体 朱燕超十年三十岁 结婚两年 尚无子女 英年早逝 怎么不叫人唏嘘 周克华杀死朱燕超的枪 与上午在野行门口用的枪 并不是同一支 在戈勒山上 他更换了手枪 准备下次作案时使用 结果 下山就碰到了朱燕超 而周克华尚无作案所用的枪支 与在南京行凶时 所用的是同一把 杀死朱燕超之后 周克华突然意识到 警方可能会根据弹道分析 将自己锁定 那样岂不是暴露了 于是他又返回戈勒山 而此时 重庆警方通过监控录像 和市民提供的信息 已然猜到了凶徒 极有可能藏匿于戈勒山 针对周克华的作案特点 专案组制定了相应的策略 即大兵团作战 上山进行抓捕 逼迫他下山 吴国庆向记者解释了 抓捕周克华的困难 他说 在部署上 要想发现他 最好是离开山区 山上的话 他在暗处 我们在明处 他是犯罪分子 有可能随意开枪 而民警不能随意开枪 必须是认准之后 才能开枪 对周克华 能抓就抓 不能抓就击毙了 因为他作案不是偷啊抢啊 而是拿人民群众的生命 作为代价的 于是重庆警方联合驻鱼部队 立即派出重兵 将戈勒山包围 警方军方冒着酷暑 对戈勒山进行了搜查 下午三时 搜山队伍搜至戈勒山的半山腰石 与一名疑似周克华的男子相遇了 队员们在五十米外鸣枪示警 男子立即亡命逃离 消失在丛林中 后续 警方在发现一处 绿叶遮盖的相当隐蔽的地方 里面有电饭包 衣服 报纸 以及一把自制的火药枪 一把塑料仿真墙 指挥部决定 由武警继续对戈勒山进行包围和搜索 麻痹周克华 同时安排四人一组的便衣警察 加大对沙平坝区 杨公桥 同家桥 以及九龙坡区 玉清寺 中梁山等 重点地带的稽查力度 此时呢 周克华逃出了戈勒山 在山脚下不远处的赛博数码广场逛街 他只戴了墨镜 没有其他的伪装 周克华在这个人头攒动的大卖场 买了两部手机 然后扬长而去 事后 售货员也能指认出他 下午 周克华与张桂英 就在陈家湾的一家七天连锁酒店附近碰头 陈家湾距离戈勒山 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 见面之后 两人躲到了沙平坝公园的一个公厕旁 周克华给了张桂英两包钱 分别用两张报纸包着 每包三万 共计是六万 周克华说 存起来 分两个卡存 拉开点时间 别让人注意了 张桂英看到钱很干净 没有任何的污渍 但表面的干净 却代表着背后的血迹斑斑和残忍杀戮 周克华给了张桂英一部新手机 自己留了一部 这正是刚刚从赛博数码广场买来的 周克华说 这个手机只能给我打电话 打我新号码 之前那个连手机和卡都扔了 应周克华的要求 张桂英戴了一只口红 试图用来遮挡周克华的胎记 嘴角上的一块白色印记 周克华在手上涂了涂 觉得没有用 于是说 明天陪我再去买一个 只要地摊的 二人分开后 周克华又给张桂英发短信告诫 钱存完了 发短信 不用打电话 卡 收好了 人世间罪恶繁多 问苍天饶过哪个 谢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 本集到此结束 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